食令和鲜与特色面食的绝妙搭配 令人叹为观止的吊憋绝活 一条鱼究竟可以演绎多少种鲜味版本 敬请收看美食中国 怀上食鲜 大山有别 水家为淮 从信阳北端蜿蜒流过的淮河 赋予了这座北方城市的南方气质 以让这里的人们得以邂逅水中美味的至仙食客 一个仙字道出了信阳的美食江湖 东吃莲子 下吃腰 二把月礼 吃灭刀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仙味主角 这种怀上人家特有的舌尖上的福利 激发了信阳人敏锐的味觉和对仙的喜好 寻味而动 闻心而至 信阳人对仙的追逐 催生了越来越多以烹饪和仙为主的农家乐 据信阳市一百九十公里的故事县 颜光辉家的奇鲜美味就来自门口的这条河 自从母亲去世后 童年的味道在颜光辉的记忆中愈发浓烈 强烈的归属感让他选择了回到家乡 对那种鲜味是记忆于心的 我就想利用了河里全的资源 把那个小时候的感觉给它找出来 从小练就的捞仙本领 让颜光辉的餐馆开得与众不同 每天只开两桌的规矩和一个仙字 吊足了执客们的胃口 这个河是养育了大家的人 不是说养育我一个 在河边长大的人们 长仙讲究应食而食 浅尝辙止 尊重自然 恪守规矩 方能四季有先 春夏之交 一种其貌不扬的河仙 迎来了他一年中最肥美的时候 此时 预约长仙的时刻 最期待与他的相遇 为了把握这种美味的最先时机 颜光辉需要提前两天捕捞 这种自制的捕捞工具 当地村民几乎家家都有 它的捕获目标 就是隐藏在河沙里的鲜子 捞险需选择河水清浅的区域 边后退边有节奏的抖动险爬 沙子和小的险子 从爬尺间的空隙漏掉 留下来的就是风华正好的沙中美味 我们小的时候到夏天无聊 游泳的时候就光着脚 游泳的时候在河里面 那时候很多密密麻麻的 脚一踩就可以射得到 弄个盆都搞一大部分回去吃 物质匮乏的年代 唾手可得的沙险子 是当地人获取营养的最好美味 如今 这种沙中俗物 凭借一个仙字 征服了大众的味蕾 成为远近时刻 竞相追逐的舌尖妙物 沙险子在成为美妙的食物之前 土沙是必经之路 阎光辉相信 自然状态下的沙险子味道最为鲜美 和别人选择用盐水浸泡 刺激险子快速土沙不同 它都是头天捞险 一晚上的时间 让险子在清水中 放松自如地一土为快 一夜土沙后 险子体内的泥沙已所剩无几 此时是哈险子的最好时机 淘洗过的险子和少许清水 一同倒入铁锅 大火烧至蒸汽溢出 险子受热张开外壳时 迅速捞出 鲜嫩的把握 全在那至关重要的几秒 哈险子的汤水 一般人都会倒掉 阎光辉却视为宝贝 在它看来 鲜子受热后瞬间释放的鲜味元素 就蕴藏在这乳白色的汤汁中 静带杂质沉淀汤底 就是一味极好的调鲜剂 中午 慕名前来尝鲜的客人如鸢而至 以野生合鱼为主打的菜肴 悉数上桌 鲜味至极的沙蜜子 正待压重出场 阎光辉的三审 要赶在沙蜜子亮相之前 制作出一种当地特色面食 奥子膜 它是超鲜子肉的最佳搭档 奥子膜是一种源于 安徽省北部地区的面食 因最早在生铁铸成的 奥子上烙制而得名 如今 五花八门的烙饼机器 已经可以取代手工制作 但在阎光辉看来 双手与面粉之间温度的传递 费时费力 是心意的叠加 这是老手艺才有的老味道 也更有人情味 烙奥子膜 关键在于火候的把握 和手上的巧劲 热锅放饼 随着一只手的不停转动 轻轻按压 面皮很快鼓起 空气中 弥散着朴素的甜香 一反一正 即可出锅 从下河捞鲜 到乳白如玉的鲜子肉 亮相灶台 需要两天的时间 耐心不打折扣 换来的是鲜味的不同寻常 辣椒切丁 铁锅加热后 倒入少许农家菜籽油 葱姜蒜爆香 倒入鲜子肉快速煸炒 放入辣椒 烧起勺落间 鲜味便越燃而出 如此之鲜还不够 加入一勺哈鲜子的原汤 让鲜味再次升级 凉味精都放了 它就是那个鲜味 这个很鲜 吸足了汤汁的鲜子肉 紧实而饱满 色如羊之玉 看一眼就口舌生津 稍微放凉后的 奥子膜松软弹牙 嚼劲十足 几乎能包裹任何食物 荤素皆宜 多寡随意 与辣椒炒鲜子肉的相遇 则碰撞出了 平淡岁月里 最美妙的火花 就像磨合鲜子在台湾 口感真的很美妙 清甜的麦香 轻轻拨动舌尖上的味蕾 鲜辣爽口的鲜子肉 趁虚而入 口感与滋味 在唇齿间完美交汇 令人欲罢不能 欲说害羞 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的信仰 素有北国江南之称 淮河中的363公里 及南北走向的众多支流 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 150多种鱼虾贝类 在这里安家 丰富的水产 让信仰美食江湖 可以变化出万千招式 演绎出各色鲜味 相对于石令和仙的 李方唱罢我登场 甲鱼 是信仰人餐桌上 一年四季当红的卷 信仰甲鱼做法多样 焖 炖 蒸 卤 结成美味 红焖甲鱼可谓家常爆款 红焖甲鱼少不了腊肉 这个最佳排档 鸡红枝白的腊肉切成薄片 炒至两面微黄 油脂甚出 倒入甲鱼肉 大火翻炒 爆出香味 时间已经将腊肉上的脂肪 氧化成了特殊的美味 这种咸香 可以将甲鱼肉的鲜美 激发到极致 加入适量的高汤 闻火慢炖 两种不同食材的鲜味物质 融入汤中 滋味的焦融 鲜味的延展 在渐浓的汤汁中悄然进行 只需半个小时 美味即可出锅 咬一口咸鲜软糯的裙边 满满的胶原蛋白与唇齿缠绵的曼妙 让你久久舍不得张开嘴来 信仰人爱吃甲鱼 和食材的义德不无关系 入秋时节 天气还有几分燥热 刚吃过午饭 家住黄川县龙骨乡的蔡清泉副资料 就带上被称作枪的工具 出门寻找野生甲鱼了 黄川甲鱼提表光亮 裙边宽厚 肉质细嫩 因外表轮廓称稻马蹄形 又称马蹄鳖 自古以来 就是蜂蜜河南南部一带的佳肴 四月到十月 是打甲鱼的黄金季节 中午前后 甲鱼因受不了水里的燥热 会探出头来换气 这正是打甲鱼的最佳时机 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 一个缠有百米长线的纺轮 一排钓着千坠的钓钩 组成了打甲鱼的利器 甲鱼枪 甲鱼出来 它顺着一边 顺着一个槽边 凭借自己几十年打甲鱼的经验 蔡清泉能迅速察觉 甲鱼活动的区域 选定最佳的观察位置 先人为在岸上制造点生下 这是打甲鱼的高手一贯的做法 好奇的甲鱼会浮出水面观察 看到一下对吧 马进去了 它吃吃都可以出来 吃吃去 马上就再出不来 打甲鱼讲究心境 甲鱼枪靠在肩膀上 眼睛时刻注视着水塘里的动静 一旦发现有甲鱼露头 马上甩枪 由于野生甲鱼非常稀少 能否碰到也要看运气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甲鱼依旧没有露出踪迹 蔡清泉的儿子有点沉不住气了 接连换了几个地方 蔡清泉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 一个小黑点出现了 蔡清泉目测了距离后 瞄准甲鱼身体后方的位置 瞬间将千坠抛向几十米开外 得手了 快速搅动转轮 收线 一只被牢牢勾住的甲鱼 近在眼前 弱大的水面上 甲鱼露出的头部稍纵几时 只有瞬间将千坠甩向甲鱼身后 五十厘米以内的位置 钓钩才能勾住甲鱼 这样精准的眼力和手法 绝非十年八年之功 18岁就学会这门手艺的蔡清泉 偶尔出门绣一把自己的绝活 就是图一乐 儿子也得手一次 蔡清泉又命中了一只 足足有三四公斤重的野生甲鱼 欢喜与自得写在脸上 这是鱼米之乡的农民 平常而酣畅的幸福 西寒物自然要卖给食货的人 信阳不乏烹制甲鱼的高手 厨师杨志安之所以粉丝众多 是因为他的生村甲鱼颇有名气 今天刚到了群野生甲鱼 食货们抓紧来尝鲜 杨志安制作生村甲鱼 只选用野生甲鱼 因其肉质紧实 口感鲜嫩没有腥味 咱们这个生村甲鱼 第一它要食材好 第二它对汤的要求比较高 汤是厨师浊然与众人的秘密法宝 大磅骨 土母鸡 鸡架 乳鸽 各种富含蛋白质的肉类食材 超后冷水下锅 旺火烧肺 小火慢微 汤面始终保持微肺状态 使原料中的鲜味物质和营养成分 慢慢进出 充分融入汤中 顶级鲜味在一口大锅中 悄然蓄积之时 杨志安开始为美味的橙线做最后的准备 将汤烫清洗过的甲鱼去骨 裙边和甲鱼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颗粒状 面粉打入鸡蛋 加入清水和少许盐 搅匀成稠糊状 夜色渐浓 鲜香四溢的一锅高汤终于诞生 吃货们被撩拨的缠练 早已无法按捺 生鲜甲鱼 第一步就是咱们吃甲鱼的虫鱼 生鲜甲鱼对时间的拿捏要求非常高 杨志安的生鲜甲鱼 精妙之处在于三分钟吃甲鱼裙边 四分钟吃甲鱼肉 你要是冲过四分钟的 它就老了 吃到没有口感 你要是不到四分钟的情况下 它的肉质就还没有断身 五分钟喝面鱼汤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时间分毫不差 两个字 一绝 群边的弹韧爽脆 甲鱼肉的鲜嫩爽口 面鱼儿的筋道爽滑 在一锅鲜味饱和的高汤引领下 升华成此起彼伏令人较好的舌尖诱惑 古人造字 鱼羊为先 北方人以羊为先 南方人以鱼为先 鱼作为鲜味的代表食材 在信仰美食江湖的地位 无出其余 信仰人爱吃鱼 善做鱼 不仅烹制方法多样 而且鱼的各个部位都能做成美味佳肴 今秋九月 稻香鱼肥 南湾湖畔一场品仙大戏即将上演 一口直径四点五米的大锅 上千人排队等候 主角就是信仰头牌仙 南湾鱼头汤 喝一口浓香鲜甜的鱼汤 品一块紧致嫩滑的鱼肉 一种极致之鲜 转瞬尽头每一个味蕾 令人顿觉满足 却又欲罢不能 味道极鲜的鱼头汤 鲜味密码 就藏在这片75平方公里的水域 清晨六点半 南湾湖还笼罩在一片雾气中 凉溪山和同伴 已经在湖面上忙活了两个多小时 那就主要是干鱼 从前干 把鱼干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位置 把斗子放好 鱼再干回来 被称为中原第一湖的南湾湖 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为治理淮河水患而修建的人工湖 湖水最深刻达三十米 以水草和浮游生物为食的雍鱼 就分布在这片水域的中上层 雍鱼 当地人称为胖头鱼 硕大的头部占体长的三分之一 堪称鱼头界的霸主 只有在野生状态下生长五年以上的南湾湖鱼 才有资格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凉溪山和捕捞队员的水下设服仍在进行 要将水库的大鱼 集中到一个很小的区域 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天要好呢 那就能快一些 天要不好呢 就是说这个 游这个风的时候 这个鱼不躲 下雨的时候这个鱼不躲 凉溪山是外地人 这几个月 他吃住都在船上 早已习惯了以湖为家的捕鱼人 未必能品尝到湖中的美味 让艰辛与枯燥变得值得 就两个字 丰收 这一封送一封 看那鱼的时候高兴 你看那河那个香蕾都是鱼 它别打上那个浪花 哎呀 那个好看 那个鲸 又一批美味即将启程 发达的物流 会将它们送到千家万户 或家常品仙 或连结友情 或 当中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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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大的鱼头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胶原蛋白融入水中 汤汁由清变白 香味渐浓 十分钟左右 牛奶般细腻浓郁的汤汁便显现出来 此时的鱼头汤才算半成品 将鱼头捞出 汤汁滤掉杂质 味道的升华交给文火慢炖 待鱼头酥烂鲜香四溢之时下入鱼丸 几分钟后 一道令人垂涂咸的茶香南湾鱼就出锅了 双色鱼面 抹茶鱼冻 银牙鱼丝 鱼杂炒饭 厨师凭借经验和直觉 搭配出引爆鲜味的组合 十八道涵盖汤 菜 羹 主食 甜点的鱼味佳肴 赏心悦目 口口皆鲜 灵山秀水中孕育出了美味 对仙字的苛求上 信仰人从来不会束缚自己的想象 捞仙 品仙 让信仰人的幸福滋味持久而绵长